全球大頭條 現在我們是國際中英主播 黃森凱 黃森凱 即三年前呢 大麻醫用合法化之後 泰國的政府呢 是進一步的把大麻 從毒品管制名單中給移除了 所以相關法令已經生效了 泰國民眾呢 是不限數量在自家可以種大麻了 跟之前毒品相關 遭到關押的犯人還有罪嗎 好 在整個泰國把這個大麻 除罪化之後 三千多名惹上麻煩的前罪犯 他們也陸續的被放出來 好 據說 泰國政府呢 其實更進一步的讓大麻 成為泰國的綠色經濟作物了 好 不只要發展這個綠色經濟 很多人還認為這個泰國 成為亞洲的第一個合法的大麻國 很有可能呢 就會帶來不少的國外旅客 更多消息 稍後再來繼續關心 全大頭 先問觀眾朋友一個問題 現在烏克蘭戰爭 全球出現了超過700萬的烏克蘭難民 你支持台灣接收這些難民嗎 那如果你不支持的話 你支持台灣把錢來尋求保護的難民 花錢再把他們送到 另外一個國家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 英國說 當然可以啊 他們跟另外一個國家 盧安達簽了一項協議 他給了盧安達 將近新台幣43億 要把從海上來的阿富汗 跟敘利亞的非法移民 通通送到盧安達 讓他們在當地開啟新的生活 而這項決議 聯合國直接說 是個災難 好 不只是聯合國了 大批的英國民眾 他也在街上進行抗議 最主要就是至上的決議 有一點不人道 現在連英國這麼有錢的國家 他都選擇這樣做 那其他的國家 他會怎麼想呢 尤其盧安達這個國家 他的人權記錄 常常就被打上一個大溫號 那這些非法移民 可以安穩的生活嗎 以及盧安達他有足夠的 行政資源可以處理 這麼多的申請案嗎 最後會不會反而把這些難民 通通再送回國 你可以感覺到 各界都對這項決議案 充滿了批評跟質疑 但是面對這麼強的反彈聲浪 英國首相強森他說 不會退縮 我的訊息給大家今天是 我們不會在任何方式 拒絕或拒絕 在這政策上的評論 在這政策上的政策 有些是不完全失敗 這次飛行會離開 很重要 我們把這條路進入蘭蘭 好 就在剛剛早上六點左右 傳出律師他在歐洲的人權法院的 緊急上訴成功 經過了十一個小時之後 這個最後一刻 他阻止了這一班飛往 盧安達的第一班飛機 但是英國首相強森 他就放出訊息 說這英國可能就會直接的 退出歐洲人權公約 更說這一些幫忙上訴的律師 他是在幫助人口販子剝削難民 那觀眾朋友你怎麼想呢 我們接著來看到泰國的消息 在上個禮拜 泰國成為亞洲第一個 大麻的合法化國家 他把大麻從毒品的管制清單當中移除 但是還是禁止公開的 稀食等娛樂性的使用 不過一般的民眾 他可以上網登記之後 就可以自己在家種大麻 那因為有太多人登記了 現在登記的網站是完全的被癱瘓 那之前因為這些大麻惹上麻煩 被抓進去監獄的囚犯 他也因為整個合法化的過程 除罪 來自各省有超過三千多名的前罪犯 也通通的被放出來 而不只是大麻除罪化 泰國政府還允許店家 他提供餐雜大麻成分的食物或是飲料 這也讓本來就已經很熱鬧的烤山間夜市 現在不只賣泰國菜 不只賣酒 還出現了大麻產品的快閃卡車 我們來聽到外國遊客的說法 好 我們接著來看到烏爾的最新戰況 因為俄軍他已經炸掉了北頓內刺客的林外橋樑 同時控制了將近八成的城市 雖然這北頓內刺客的市長 這個接送採訪說還是強調 這橋被炸掉了但是整個城市 並沒有完全的被隔絕 但是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他就說 敦巴斯這一場戰役的結果 有可能就會預告接下來幾周 甚至是整個烏爾戰爭的最後結局 好 你聽到這個責任斯基他呼籲大家要繼續撐著 但是丹靠意志撐著其實沒有意義 他呼籲西方國家再多給一點武器 烏克蘭才有機會奪下勝利 我們最後來看到 全球的ARMY可能很驚訝 可能也有一點失望 因為韓國天團BTS 他迎接出到九周年的這時候 吳玉瑾的宣告將會暫時停止團體的活動 希望能把所有的力氣用在成員各自的單飛專輯上面 那這一段話其實就是在預告 他即將要單飛不解散 在官方YouTube頻道的九周年的聚餐影片當中 團長就特別提到 他們因為喜歡音樂想說自己想說的話 所以BTS就這樣出現了 但是在兩年前的作品之後 團體突然迷失了方向 他們不知道怎麼繼續做下去 他也提到身為偶像呢 要花很多的時間裝法要接受相關的制度 壓縮了很多思考跟成長的空間 現在宣布單飛不解散的消息 BTS也希望粉絲ARMY們 可以繼續支持各個成員的作品 也強調七個人已經約好了 一定會再回到大家的身邊 以上今天是《車道條》 把現場交換給主播